在今年3月底完婚的玄冰和孙奕貞 从恋爱到结婚都受到众人关注 在两人结束蜜月旅行后 就一直有许多人在期待两人何时会当爸爸妈妈 上月底孙奕貞在IG上 投出一组三不六狗照 身穿宽松洋装的她就被狂猜测是不是怀孕了 当时遭到孙奕貞经纪公司否认 不过就在17日 孙奕貞在IG上发文亲自宣布了好消息 写下我们迎来了新生命 虽然还有点不知所措 但在担心和兴奋之中感受着身体一天一天的变化 虽然是非常值得感谢的事情 但也因为需要小心谨慎 所以还没向周遭的人们说 在更晚之前就来像跟我们一样期待着 这个消息的粉丝们传达了 我们会好好守护这个来到我们身边的珍贵生命 也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珍惜周围事物 健康度过每一天 经纪公司方面则表示 目前是怀孕初期并未公布怀孕月数 不过随意真的自有李真贤留言 除了写下的祝福 还表示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是虎年宝宝 似乎意外泄露了新生命 将在今年内降临哦